绿山军克服17分的差距逆转击败勇士夺14连胜法新社 记者年秒云综合报道 近期拿下13连胜的塞尔提克金在主场迎战西部龙头勇士 上半场虽一度落后达17分 但第四节俄文关键罚球助队取得领先 最终绿山军以92比88立刻竞敌勇士写下14连胜 弯曲大军在第一节取得10分领先 尤其替补上阵的杨恩 Nick Young表现亮眼 打了5分钟贡献7分 次节勇士一度领先支持7分 不过上半场勇士浪花兄弟克瑞 Steven Carrey 汤普森 Clay Thompson 手感低迷 两人合计仅16投3中 拿下9分 绿山军也靠着布朗 Jalen Brown的罚球及外线 在第二节打完追到近5分落后 一篮后 勇士攻势平平 汤普森 格林连续外线命中将差距再度拉开 该节后半 塞尔提克打出一波19比0攻势 并在第三节时间到点前扳平 决胜节双方多次互换领先 倒数1分17秒 俄文 Carrie Eving罚球线上连拿4分 助队取得90比88领先 塔图姆 Jason Tatum 随后又罚进2分保险分 中场塞尔提克就以4分差击败勇士 此一塞尔提克布朗表现出色 攻下22分 7篮板 哈佛的进仗18分 11篮板 俄文16分 6助攻 全联盟进攻效率最佳的勇士 面对塞尔提克强 和防守全队出现24次失误 以布兰特 Kavin Trurant 拿下24分 表现最佳 汤普森13分 7篮板 柯瑞金手感 冰冷14投3中 仅拿9分